字幕 啤 Howard 字幕 李洛 字幕 李洛 字幕 李洛 Hello, 我是E技,E維達,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又來到一個星期一次的Pick a card 自己幫自己自助去占卜 這次跟上次的題目一樣 不過是不同的編 上次是老闆、老闆、老闆、老師編 這次是外人篇?暗戀篇?單戀篇? 總之你心裡想了一個人 跟他有感情關係、感情瓜葛 都可以適合做這次的 reading 這個 reading 叫做他想你怎樣 你心裡想一個人,他想你怎樣? 他想不想你走前一步? 他想不想跟你發展? 還是他想你回家? 究竟他想你怎樣? 我不浪費大家時間 我都知道今次會有很多心急人 湧進來玩這個召喚卡 如果你喜歡的話,上次我看大家的留言 我就看到很多人說很準,很有用 你幫我最大的東西就是 Like這條影片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玩 就不要自私玩了 如果你覺得幫到你或是有用的話 你就傳給你身邊的朋友,總有人需要玩 這次這個題目,我想大家都很容易會想到一個人 因為上次說老闆老闆那些 有些人就說,我是自僱人士來的 我沒有老闆的 其實都玩到的 上次那個,如果你是自僱人士 沒有一個特定的老闆 你就可以想,可能是這一期 這個project的這個人 又或者是我這麼多個老闆之中的這個老闆 又或者是你自己做老闆 又或者是你自己做老闆 又或者你可以想一下你的客人 想一下你的客人想來怎樣 這個都ok 可以apply到 當然不是最應貫 最應貫就是真的上司或者老闆 但如果你自僱的話 就這樣玩法都ok 這次就是 如果你想起那個人 你有一點點喜歡他 又或者是你和他散了 又或者你暗戀他 又或者你們曖昧 都可以玩這次這個pick a card 我們現在就進入抽牌的位置了 大家記住跟著我做的步驟 不要跳 不要飛 飛了你的reading就不會太好 現在放下你手上做的東西 放下你的零食 放下心裡所有的憂慮 然後我們一起深呼吸一下 看著這四塊牌 1 2 3 4 心裡面 腦海裡面 想一想 你那個人的樣子 想一個好了 不要想多過一個 如果你有多過一個人 我們逐次來 這次想了一個 第一個蛋出來的就是他 他應該是比較重要的那個人 好 想一想他的樣子 然後看著這四塊牌 然後選擇其中一塊 看著那一塊 離不開 就是那一塊 然後就不要再轉來轉去 選擇了一塊牌之後 在下面留言位置 你會看到我有個字頂的留言 在那個留言裡面 就會有一些時間的 你一按下去 就會跳去你需要看的reading Good luck Hello Hello 選擇第一塊牌的朋友 究竟 你在想那個人 他想不想和你更進一步呢 我今次用這塊牌 和上次那塊是一樣的 因為大家都說很漂亮 同一個系列 我就用同一塊牌 都和上次一樣 有三塊牌 第一隻就是 他現在怎樣看你 第二隻就是 他想你怎樣 但這隻他想你怎樣 並不是建議 你不是一定要跟著做的 你要跟著做的是這一隻 這一隻才是建議牌 怎樣可以令到你的關係良好些 怎樣可以處理得這件事好些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隻 他怎樣看你呢 嗯 他眼中的你是一個挺好的人 條件都不錯的 每一方面你都挺高分 不過他覺得你好像對他不是很有興趣 他感覺不到 你對他的重視 或者是你想和他再熟一點 他以為你對他沒有興趣 他其實覺得你是有一些距離感的 覺得你永遠的焦點 不是放在他身上 就算你們有交流 他都會猜 你應該有更重要的人 或者是你對著其他人 可能又未必是這樣的 他猜你 猜的位置是高一點的 他是把自己放低一點 因為他就是覺得你不太鬆 他有點冷淡 但是你的條件又多好 究竟他是不是喜歡你呢 我又不敢說是 因為我感覺不到很多的愛 我感覺不到很多的溫度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對你好奇 這個絕對是的 他想不想知道你更多的東西 或者想走近一點 他想的 不過他自己認為 不是很能走到 又或者是你不是很歡迎 他走得太近 我們看看他想你怎樣 他真的想走近一點 他想你 到門打開一點點 他想跟你有些單對單的活動 又或者是互動 他想跟你有些交流 他不想每次都是 可能大堆人的聚會 又或者每次都在公司的環境才看到你 他很想跟你有單對單的 我叫約會 他就可以認識你 認識真正的那個你 但是 這個是他想你怎樣 但是他本身是想你不想這樣 只不過他自己想 但是他想你又不想這樣 那我們看看 建議 你應該怎樣做呢 嗯 建議 你也是要靠近他一點點的 不過又不可以做得太出面 或者是太 猴禽 猴禽 這個字好像有點誇張 但是總之 不要突然間 360度轉變 不是 180度 一半 不要180度轉變 突然間 哇 有人出街啊 又有訊息他 他會覺得很古怪 所以呢 你又不要突然間性情大變 你是有少少少 我叫那些傲氣的啦 你是有少少 低調的啦 或者是 是有些距離感 你本身的個人是這樣的 那你就不要勉強改了他 因為呢 如果他留意到這個你呢 我覺得你這些特質呢 都有你的吸引性在裡面 的 如果你突然間改了個人 可能變得很熱情啊 或者是很YO 他呢 那他就會 可能對你的興趣反而沒有那麼大 你知道人是有點犯賤的 就是越難得到啊 越想看啊 他在做什麼 所以他說你都可以保持你的神秘感 但是 你其實呢 低調地 你又有走過去的 你又有 跟他說兩句話啊 有空聊聊他啊 但是呢 你要記住他呢 其實想有兩個人的互動 那你就 就好像生神仙一樣 就製造這些機會出來 不經意地 那天去那裡 有沒有興趣去一下 或者 這齣戲沒有人跟我看啊 對 就是不用很扯的 但是又給他一點機會上 這樣 好啦 希望你們的感情可以進一步啦 又或者如果你們是 本身是 有感情問題的人呢 那我希望你們可以打開個心者溝通道 因為他都真的覺得你是有距離 隔著他 所以如果你想跟他和好如初啊 又或者是搞好一些關係的問題啊 那我都建議你讓他感受到你是想二人對話的 但是都是那句啦 不要180度突然間大轉變 他又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樣啦 祝你好運啦 那如果想做一個比較個人的reading呢 可以WhatsApp97685388 現在呢 最建議就是做online的reading啦 對啦 不用出街 足不出戶就可以收到你的答案 還要是即日收答案 記得like這個video啦 subscribe這個channel 和share給你的朋友一起玩 我們下次再見啦 逢星期二晚都會有youtubelive 和facebooklive同步直播的 我們到時見啦 拜拜 HelloHello 挑選第二答的朋友 究竟你心裡想那個人 有沒有少少喜歡了你呢 還是他本身愛不愛你呢 他還愛不愛你呢 這次這個題目呢 其實是可以看一些 已經跟你一起了很久的人 又或者是你還未跟他在一起的人 都可以的 又或者是一起過的人 對啦 那看看他現在想你怎樣 這次跟上次那副牌是一樣的 因為同一個系列嘛 和大家說很漂亮 那這次也是一樣有三隻牌啦 第一隻呢就是 他現在眼中的你是怎樣 第二隻呢就是他想你怎樣 但是你不需要跟著這隻牌做的 這隻不是建議牌來的 這隻才是建議牌 這隻才是你要聽 你要跟著做的那隻 好那我們來看看第一隻 他眼中的你 嗯 這個人呢 最近他的生活都很多事發生 很多人 很多事 很多事 很多事兜兜轉轉 甚至乎他的感情世界裡 其實都未必只是一個 是的 他的人緣都很旺 而且他是受歡迎的 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不仇 沒有人在他身邊 或是他不會孤狂 就算他是不是準備好 亂愛也好 他不怕悶的 他總之知道自己身邊一定會有人在那裡 那你呢 他怎樣看你呢 你就是其中一個人 你就是其中一個會自動出現的人 又或者是他知道你在那裡 所以他又不是太著重於每一個人 對他來說的意義 或者是對他來說有多重要 他是可以接受到變遷 即是如果那些人士有調動 又或者是他生活上其他犯罪有調動 他現在一個人是挺準備好 去見到這些調動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 即是太多事情發生了 是的 人們來來去去 工作有轉變 習慣了 社會有很多事情發生 周圍有很多事情發生 你走了嗎 什麼時候走的 所以他現在眼中的你 其實就是很多範疇裡面的其中一個範疇 他又不是特別對你不好 他不是特別不緊張你 只不過我覺得他什麼都不緊張 就是所有事情在他身邊都很緊張 所以他全部東西都不緊張 唉就是這樣 好我們看看他想你怎樣 他呢 有些自私的位置就是 他又想全部東西都在他控制之內 當然包括你 當然包括其他人 或者是他處理的事件 他希望全部東西都在他控制之內 這個就是包括全部東西都不要消失 因為如果那些東西突然間消失 或者那些人突然間消失 就是代表不受他控制 就是代表不受他控制 所以他希望全部東西維持原狀 你依然久不久會現身 久不久會出現一下 那就最好了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想法 真的太自私了 我現在急不及待就想看這個建議 建議告訴你 其實你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你是一個特別獨立而優秀的個體 你是不需要覺得自己是 一班人裏面的其中一個 不需要覺得自己是沒什麼特別 甚至乎是會不會其他人 重要過我 在他的世界裏面 不需要比較了 因為你自己本身就是獨特而優秀的 所以不要對這個人存有太大的期望 不要把全部的焦點都放在他身上 即是既然他反過來 他都不是這樣對人的話 我覺得你也不用這樣對他 不過如果這個是你的老公 又或者這個是你已經在一起的人 我就要告訴你 他現在的確他身邊有很多事發生困擾他 他都覺得自己很忙 他當然也覺得你不會走開 所以他是放心的 對於你們的關係 他也都希望你們的關係 不要有任何的改變 但是如果你這個是另一半的話 他給你的建議就是 你都應該撥一點時間 去自己的範疇那裡 你暫時可以給他一些私人空間 他有得他處理 他要處理那些事先 我剛才說過 不一定是他有其他感情事的 不一定是有第三者的 有很多人在這裡 只不過是 不過他是OK受歡迎的 他是受注視的一個人 但是不代表他有第三者 所以你暫時就玩一下自己 喜歡玩的東西 去學東西 用一些時間在自己身上 就不要理他了 等他人free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 他去了哪裡 他自己去了玩 那他就會 反轉 那個形勢 他就會很想你在他身邊陪著他 希望你們的關係能夠穩定 而有進步 如果想做一個比較個人的reading 可以WhatsApp 97685388 約見面做或者Online做也可以 不過 極度建議Online做 大家都不用出街 而且你即日就可以拿到你的答案了 請你like這個video 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歡迎你留言 給我多一些新題目的建議 因為每個星期都會出一條影片 除此之外 逢星期二晚 Facebook和Youtube都會同步直播 我會現場抽牌 邀請你來一起看 九點鐘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哈囉哈囉 選擇第三個牌的朋友 究竟你心裡想的那個人 喜不喜歡你呢 他重不重視你呢 他想不想跟你進一步呢 我們這次就看看 他究竟想你怎樣 和上次的老闆片一樣 我們有三個牌 都是來自那兩副牌 因為大家說很漂亮 和同一個系列 好 第一隻牌 就是他現在怎樣看你 他覺得你怎樣 第二隻就是他想你怎樣 但是不是他想你怎樣 你直接跟著做的 你跟著做應該是這隻 這隻就是建議牌 能夠令到你可以好好處理你的關係 或者令你的關係改善 就是這隻牌 我們看一下第一隻 他眼中的你呢 是一個會向前 有上進心 很積極的人 但是呢 又覺得你在這段關係裡面 又不算很積極 他覺得你積極於你自己的事 譬如你的事業 又或者是你平時很感言 總之呢 他覺得你的人 就是一個很正面 很有生氣的一個人 但是在這段關係裡面呢 他又有點迷惘的 啊 以你個人這樣的性格 為什麼在這段關係裡面 你又沒有積極向前呢 是否其實你不是喜歡我的呢 對 他就會這樣想 所以呢 他對你的幻想是很多的 他對你的猜測都是很多的 但是你說他 猜不猜得中你的人究竟是怎樣呢 我就覺得一半半了 他看到你的優點 他看到很多很表面的優點 但是你真實你對這一段關係的心意 又或者是你是不是喜歡他 你對他的感覺呢 我覺得他就不太知道了 你對他來說呢 是一個吸引的人來的 有事呢 他會想找你幫忙的 因為他覺得你信得過 以及你是幫到手的人 可以給他方向的人 所以他挺喜歡跟你溝通的 他覺得你跟他之間 也不算是有很大的距離 你不算是抗拒他 你都Welcome他 只不過他不知道 他是在你的love zone那裡 還是在朋友那裡 所以他是有點迷惘 而不知道你們這段關係 會不會發展成為感情關係呢 這樣 那如果 如果你在想的是一個 以往的情人 又或者是散了的一個人 這樣呢 其實你在他記憶中 都依然是美好的 現在 現在沒有見或者分開了 他想起你的時候 他還是想到一些好事 不過 你說他會不會很想跟你 又搞好關係 又或者是 大家又進一步呢 他又未必又這樣想 因為他也是覺得 你未必對他有興趣了 已經 這樣 所以我們看看這一隻 這一隻 這一隻就是他想你怎樣 嗯 我繼續說你們 如果是舊情人 先吧 如果是舊情人 他希望 你跟他之間的傷痛 可以減輕一些 或者你跟他之間 一些不好的記憶可以減輕一些 他知道沒辦法可以弄走 但是他只不過是要求減輕一些不好的記憶 他又沒有說想你再靠近 又或者沒有說想搞好關係 他完全沒有 他只不過是想在那個 即我叫後面的東西 那裡做一下清潔 這樣 他對關係的將來 他就沒有 沒有期望 那如果 你跟他 可能是暗戀 單戀 又或者不是很熟悉的關係 其實他自己 有一些他自己以前的東西 他還沒丟下 他還沒準備好 去發展一段新關係 那所以 他想你 能夠等待他 又或者是在他準備好的時候 會在那裡 那但是呢 同時間因為我說他的人 很多幻想 很多FF 他看你的時候 他都會這樣猜到別人的 咦 會不會你可能也有些事情 是沒搞定的 會不會你以前的關係 你都沒搞定 他都會猜到別人跟他一樣 是這樣的 那所以 如果你不是這樣的 你都要讓他知道 如果你已經準備好 一段新關係的話 你都可以讓他知道 但是這個人 似乎他是比較感性的 他 他猜了很多事情 他想了很多事情 關於以往的事情 他抱著了很多事情 所以 那個人好像 不是很準備好 不過我想說 因為他本身性格是這樣 那所以 如果要等到他真的完全 拋下一切 不太多幻想 妄想 然後去準備好感情 這個是沒什麼可能的事 反而 突然漏漏漫漫 然後突然這樣 撈著了 他就大一點可能的 好了 這個是建議 建議就告訴你 其實他對你印象都很好 剛才說過 所以你應該對自己 充滿自信 在他面前 我說的 你應該在他面前充滿自信 你應該將你自己 對自己的看法 造成 這個人是喜歡我的 不要說他迷戀你這麼誇張 但是 你要覺得 這個人是喜歡我的 你知道 如果有一個人 他是喜歡你 他是對你心心眼 你在他面前 你的自信 和你的光光是不同的 那你就散發這件事 因為他眼中的你的 的確是好的 他的確看到你的優點 和你是吸引的 那你自己也要確認 這件事才行 另外就是 其實他是偏感性的 所以 如果你在他面前 你是理性的 又或者是 你是帶了陽光給他的 你是能夠撥走他的霧 令到他這一刻 不要亂想那麼多 我們行動 又或者是 我們實際一點 那就會令到他覺得 在你身邊好像 好像很有朝氣 好像很清晰 好像突然間不迷茫 你就是要給他這個感覺 那你們的關係 就會進步 都說一說 旧情人 因為如果是旧情人 剛才說過 他沒有想過 要再進一步 他只是想 可能搞好以前的一些傷痛 就算了 他就已經覺得很好 他就覺得 這樣就是最好的結局 所以如果你跟他 是旧情人 而這裏給你的建議 他都沒有建議 你再對他做些什麼 或者是進取他回來 因為他就是想這樣 反而你可以讓他看到 你們現在分開之後的你 真的活得比你好 是一個更加有自信 更加開心快樂的一個人 你可以讓他看到 其實他的心會有釋懷 他會替你開心 或者你們可以做朋友 都不定的 反而就放下了那個規格 或者以前的舊傷痛 你們可能會再開始 那一段關係都不出奇 但是似乎不是很快的事 都要一段時間去經營 希望你們的關係 如果是未一起的話 就可以有進步 如果一起過的話 就可以和和平平 做好好的朋友先 如果你想做一個比較個人的 reading 可以WhatsApp 97685388 可以Online 可以見面都可以 如果Online 我即日就可以給你答案 除此之外 逢星期二晚的九點鐘 在YouTube和Facebook 都會同步直播 做Live的 會現場抽牌 一起聊天 吃東西 誠意邀請你們 一起看 我們逢星期一 都會有這個Pick a Card的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這個頻道 以及Share給你的朋友 一起玩就最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HelloHello 挑選第四疊的朋友 不知道你在想那個人 對你有什麼看法 想你怎樣 跟上次副牌一樣 我們都有三隻牌 第一隻就是 他現在怎樣看你 第二隻就是 他想你怎樣 不過最緊要 是第三隻 建議牌 你應該怎樣做 才可以改善你們的關係 感情才可以進一步 我們首先看看第一隻 他現在怎樣看你 嗯 他現在覺得你是一個 開心快樂的人 覺得你沒有什麼壓力 沒有什麼束縛 他覺得你在你自己的世界裡 就很開心了 記住 那個主題是 在你自己的世界裡 所以呢 他是不覺得自己在你的世界裡 他只是一個旁觀者 但是他只不過是 看到你的時候 他就開心了 因為他知道你的人是開心的 但是 他覺得你不是為了他而開心 又或者是 不是因為跟他關係 發展得好而開心 他覺得你對他 不是深深眼的 他覺得你自己在這裡 所以 如果你是有些暗戀他的話 我就覺得你那些明示暗示做得幾失敗了 因為他完全解決不了 不過 幸好你這一方面 這個正能量 對他來說 很吸引 他覺得很過癮 他只看著你 已經覺得 哇!這個人很可愛 幸好你有這個優點 那麼 他對你暫時 暫時 是百看不厭的 但是 你記住 他覺得你們之間 其實不是有很大的交流 或者是你不是因為他而開心 是因為你自己開心 就算你們外出吃飯 可能他會覺得 是你自己心情好 不是因為你跟我約會 所以你心裡很甜 他不是這樣覺得 對 純粹是你自己開心 哎呀!那怎麼辦? 他想你怎樣呢? 他又沒有什麼想你怎樣 他覺得你現在這一面其實很吸引 又或者你這個狀態 剛才也說過很可愛 所以他是享受看著你的 剛剛也說過他對你是百看不厭 所以他想你怎樣呢? 他想你維持這個狀態 他想繼續可以見到你 他想繼續可以跟這個 這麼好狀態 這麼開心 這麼正能量的人去交往 你說他想不想快點跟你成為一對呢? 他又沒有想那麼多 他只是覺得 暫時我認識了一個很可愛的人 又或者是這個人 我挺喜歡見到他 每一次可能message 或者見面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開心 只是這樣 他就不是很大的要求 說真的 他自己的人 你說re not ready 拍拖呢? 他應該是ready的 但是他不是渴求 他現在是在一個 鬆容的狀態 他就不心急 所以就算出現了 你這個 我叫做這麼好條件的人 又或者他覺得這麼可愛 這麼過癮的人 他又沒有說 立刻很想 將你拖著 這樣 如果你們是 已經一起了的人 我就想告訴你 你在他心目中 他依然是很美好的 依然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個人 不過 剛才也說過 他覺得是你自己開心 你不是因為他而高興 所以 他是有些 旁觀 又或者被忽略的感覺 不過 我想說這個被忽略的感覺 又不是很差的 又不是很可憐 又不是這樣的 不過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這一點 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就是建議 其實你也應該猜到 建議你們之間有些互動 不過 他說的互動 就是一些 比較 內心 比較 深入 比較 有交流 和分享 不只是一起吃喝玩樂 不只是活動 而是 你有靜下來的時間 然後讓他知道你的心事 或者讓他知道你的感受 原來 你感性的一面 是會令到他覺得你們之間緊構很多 他最近都是用一個旁觀者的身份看著你 所以他沒有想過你會走過來跟他說一些感受 又或者我覺得你怎樣怎樣 或者你對他的感覺 他都沒有想過你會說的 而如果你說了 他就會突然覺得你們 嘩我們熟了很多 他跟我說這些 我平時看他 可能他跟朋友出去都是在學玩樂 或者他跟其他人都好像是 都是做一般的事情 他對我是有點不同 他跟我說這些 你要讓他覺得他是有不同 他是特別的一個 他不是跟所有人都一樣 你要給他這個感覺 你們的關係才會更加穩定 他才會覺得 嘩我們現在真的發展 他很重視我 希望你們的關係可以更進一步 因為我都看到他眼中的你真的很好 所以就差了一點感性和浪漫的一面 祝你們幸福快樂 如果想做一個更加個人的reading 可以Whatsapp97685388 可以做Online又或者見面 不過Online就非常好 因為大家都不用外出 而且你即日就可以拿到你的答案 解開你的心結 除此之外 逢星期二晚 Youtube和Facebook都會同步直播 我會現場開牌 誠邀你一齊來看 還有每個星期一都會有PiccaCard的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Like每一個影片 還有Subscribe這個頻道 最好就是share給你的朋友 讓他都可以一起玩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次見